资深艺人曾志伟,谭永宁,4月3日现身香港铜锣湾出席四川大地震10周年展览活动 志伟哥和谭校长分别分享了曾经前往灾区做探访时的感受 志伟哥还说,当年灾情发生后在进行筹款时,直到灾区家园重建不是两三年能完成的事 要和灾民一起渡过难关,今天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并感谢过去十年来捐款帮助灾区重建的善者们 另外,早前志伟哥曾在香港影视展览上透露计划在大湾区拍摄粤语片 推动香港艺人在内地发展,不知道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呢 这个需要时间了,大家也在问,很多人就说我已经准备了 还有王清导演,还有其他的导演说,我也在准备和大湾区拍摄粤语片 我说这个好啊,没有说一定要一步两步的,大家共同来做 最好就是白发其放,每个人就在拍,那就更热闹了 另外,看到谭校长的微博上发表了一些近日放假时 和志伟哥及一众球友去日本踢球级旅行的照片 对此,谭校长就笑说,大家也有一起看樱花,相当的浪漫 除此之外,还泡温泉,更是若薄相见 那马上志伟哥的生日快要到了 想必老朋友们又要再聚在一起,帮他好好庆祝了吧 生日月,他告诉我,他不停招呼人,去那里玩 有没有地方可以放到这么多围吗? 其实,都有的,都有的,分开点时间,就好像我五年前那样 分开不同的朋友,庆祝,不要一晚做完 一晚做完,根本就,根本是搞不定的 你最早都不知道有谁来过 所以,不如分开就最好一点 所以,我们刚刚跟那些球友去完 辞职就跟不同的朋友 再辞职就跟那些歌语夫球界 再跟那些演艺界 终于三个月,好忙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